《大愛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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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民 今天要來說一個從小情小愛 到拉長情擴大愛的故事 誰是主角呢 請大家來看照片 中間這位笑開懷的 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鄧彥琴師姐 過期的時座 故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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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向害羞 特別是先生去了中國大陸工作之後 他更是鬱鬱寡歡 悶悶不樂 你想得到 他後來如何打開心來門湯 走出家庭 走入人群 不僅讓自己滑臉春風 也讓大家歡喜做志工 帶大家到屏東的潮州 認識鄧彥琴師姐 林薇 那像這樣子的時候 進士的時候 他有需要他的音樂嗎 不需要吧 有有需要 也是需要 他這裡有寫附建師的音樂 有需要 每個禮拜二早上 在屏東分會的大愛媽媽成長班 是慈濟志工鄧彥琴心靈充電的時間 這也是讓他當初踏出家門 走入慈濟 生命轉變成長的開始 四塊輪流 四塊輪流 接著排 接著排 你們回來再換醫序 那時候因為孩子上課 我自己的時間也越來越多了 那我都有去上瑜伽課的運動 剛好有一位師姐也在那邊 他就要我說 他就要我說 你要不要來上進士 這時候應該是 在家裡就是孩子出去以後就是 買菜回來就是真的就打掃家裡 拖地辦還是什麼 也都把頭髮沒得要補去 路得要補去 家庭主婦的生活原本就狹隘 尤其在先生派赴大陸工作之後 鄧彥琴更要一人獨自處理家中大小事 這讓他又怨又怕 每天郁郁寡歡 一直開心不起來 那時候帶中氣味 他很會去變 現在都嘛 隨便 時間很長 因為你剛才你開始送出門 那時候是孩子還小 你送出門了以後 你突然買菜 你真的時間是空下來的 因為本身又是不大敢去接觸外面 你好像就只有家裡 你看那空間小不小 其實我有察覺我自己 越來越不開心不快樂 要是賣的小女生 為什麼要想要賣牛奶 有些想要怎麼 好來 我們一年講 請問 因為呢 賣牛奶 這時候考過錢 上課其實來上課 其實純粹是在 聽來上課講師的一個心理路程 那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 從別人的故事那邊再去調整自己 才慢慢慢慢慢慢 舒緩一點點自己心中的 一直壓一注的一些 抱怨還是不公平還是什麼都有 漸漸漸再去接觸孩子 原來我還可以做很多事 很快樂的 早 早 好有精神 謝謝媽媽好 好 有把我的名字記在這邊了嗎 有 有 我們第幾次見面了 第二次 走出家庭的小天地之後 鄧彥琴才開始真正學習說話 和與人互動的技巧 即使面對小學一年級的小小孩 也是他的一大突破 今天現在其實我很緊張 其實第一堂課我就很緊張 哈哈哈哈 因為 打課 跟孩子 尤其又那麼小 因為那麼小的孩子互動 真的 好 好 我第一次講 我不知道講得好不好 好 可是你們要給我鼓勵一下 好 像有時候我生氣 我的女兒都說 媽媽 那個詞記的大爺媽媽都 聽跟我們說 生氣就是拿別人的過錯懲罰自己 所以大爺媽媽教的 他們都是有聽進去 我們就要從小開始 要說真實語 要說什麼 真實語 要說真心的話 要說對的話 其實那時候我們都團隊 團隊在 在 一起 一起互動 那從那邊 漸漸好像去找到自己的自信 也讓自己的心漸漸開了 從大愛媽媽身上 從小學生身上 對艷琴開始融入人群 發現自己的無限可能 而鬱悶的心結也得以打開 如今她更是要把這份來自內心的歡喜 傳達給眼前的每個小孩 讓快樂 從小升職心中 當艷琴媽媽不只是家裡三個孩子的媽媽的時候 她的世界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因為有慈濟 她變得更荒天喜地 今天除了艷琴師姐來以後 真感恩 很感恩 很感恩 他們家的孫子姐姐也特別了 主題就要把八天回來參觀 我們的錄影 感恩我們的李詠耀師兄 歡迎師兄 再來就是你的保護的女兒 今天三個千金派出一位代表 檔案女兒來了 我們的李慧欣 慧欣歡迎你 師兄你好 慧欣現在在北部的某醫學中心 擔任行政人員的工作 再來就是我們的法親 一路從你們屏東雕酒 背望到台北來 我們的陳瑞淨師兄 感謝您 好 我們先來講這位老婆的議員 你們差不多都五十塊了 但是你們要四十幾年了 應該有 國小的時候就同一回 不同班就是同一件好好的 同一件好 所以後來有緣 就共結連理 總是希望說可以 白頭到老 攜手同心 怎麼知道你 十幾年前 他救救五年 民國八十四年 派到台北 對嗎 這是你們家另一個變化囉 對 你那邊出門之前 他應該都是 像我剛才規定說的 顧王 顧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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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情緒的管理不太好嗎 就是比較 比較個性 個性比較強一個 比較強一個 那跟孩子的互動就要問你了 媽媽還沒進來做慈濟之前 跟孩子的互動怎麼樣 打罵比較多 打罵比較多 對吧 對 你媽看起來蠻像好人的 之前真的不太像好人 我同學不敢來我家玩 你同學不敢來你家玩是怎麼樣 他說我媽媽很兇 你告訴我們 內向害羞的人 為什麼會表現出來是這樣的狀況 應該是 表面上如果不說會覺得比較嚴肅 讓孩子覺得好像不好親近 所以說孩子其實哪 進出都會看我的臉色 今天看是晴天陰天看臉色 所以相對上大概會讓來的孩子 會覺得說媽媽蠻不好親近的 不可能喔 那不可能小時候這個喔 好像貓看到老鼠 老鼠看到貓怎麼感覺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親子關係並不好 我們是踩高壓政策 我們就聽話 對 還是要跟媽媽說 因為媽媽她只是打媽比較多 但是關心是讓我們看得到 愛的方式 用的方法不對啦 其他非常愛你 但是就是表現出來 讓你覺得有壓力 好 那她跟爸爸的相處狀況呢 小時候我們最怕就是爸爸媽媽吵架 好 很怕 因為我們會少到台風尾 少到洪台會了對不對 又不知道選哪一邊 真的好麻煩好尷尬對不對 疫情比較不知道怎麼樣用 溫言暖語 有智慧的方法來互動 對 硬碰硬 應該是這樣子 以前都是比較硬碰硬 對 那如果不是聽我嘴大富貴 你都沒有這樣想 嗯 其實沒有感覺 對 你也不會跟我說 嫁子我們就要聽她的了 三重四得也沒有這樣想 大概那時候都理直氣壯 理直氣壯 一直這樣我覺得是 我滿 又盡心我覺得我對 那當下一直都只有看到自己的角度 了解 對 你是說遊禮走遍天下 開玩笑對不對 對 結果他不買你的單嘛 對 所以就乙缸克缸兩敗俱傷 對下孩子怕你 對外同學 對 好像看著誰 對身旁的先生 又感覺得不到溫柔的支持 那時候很辛苦了 嗯 那時候很辛苦 恭喜那時候很辛苦 當當公司說要跟你派到台中 你是覺得解脫還是覺得 對嗎 對 通常說解脫那時候要出來 說實在 放他一個人要照顧三個小孩 是 許然平常有時候個性會不符 但是都是為了家庭好 勞感 才會爭吵 就是 那時候要過 想來可以 一個人過了 因為那時候很依賴 要怎樣 那時候我跟他爭吵 但是不過不行 因為 為了家庭的經濟 我都不敢跟他講說 他要去大陸 因為第一句話 有人會說 你都不怕人抱二奶 其實一句抱二奶回去 我也想像很久 而且那時候的通訊 沒有像現在那麼發達 想叮也叮不到 對 因為他那時候真的很久 才會一通電話回來 了解 對 所以那時候心情應該是七上八下 對 難怪郁郁寡歡 你是不是自己快要憂鬱 其實真的是這樣子 好 真的是這樣子 危機就是轉機 有時候 真的 那時候誰救了你 其實那時候 我的動力是孩子 孩子 我知道我 好像有一點點 要生病了 唉唷 那因為 我們兩個都愛孩子 只是說因為那當下環境 真的 我們真的就是要這樣子 孩子是我的動力 因為我們很小 我們就沒媽媽在身邊嘛 再加上我們的避會事件 那時候因為 屏東區的大媽剛 好像是第二期 那因為我們一起 好像是 上瑜伽課 她也做這樣的要約 我很想去說 其實我們自己心裡 走到哪一個階段 我們怎麼樣 我們自己清楚 想要跟孩子一起成長喔 一直內心有一句 有那個聲音之下 我們真的要走出來 因為我從來沒有走出人群國 我是因為這樣子 欸我真的要踩穿 沒有我會一直 往下嘛 這一段我想問問 會行喔 你那時候 有發覺媽媽 真的快生病了嗎 嗯 有 我有看過 媽媽很車禍的樣子 就有一次小時候 媽媽帶我們去 去上學 然後媽媽可能 跟爸爸不高興 還是什麼 我不記得 然後快到學校的時候 車禍了 我們就全部都塞在地上 媽媽騎摩托車 對 三個小孩 加一個大人 要騎一台摩托車 對 然後她摔倒了 受傷了 嗯 然後 可是她還是得回家 然後我們去上學 她就回家 我記得 我那天就記得媽媽好像就是 她很痛 可是也是 爸爸又不在身邊 然後我們還小 幫不了忙 對 其實我們不能做什麼 我告訴你 那時候 辛苦比有幾天 要來參加主席嗎 你要出席嗎 你要出席嗎 小孩也不會快樂 嗯 對 其實 這樣的一個 第一次的採出來 在持續率上 其實在每個階段上 我都遇到 不一樣的鬼人 嗯 的接引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還滿自己有福報 因為我給我自己一個機會 我一直覺得 後續我慢慢覺得說 我們不能離開人 人是群體的動物嘛 我不能一直 一直躲在家裡 對 對 OK 所以我告訴你 你也自己願意打采 走一步 進一步就會越來越進步 每天就走在公民路 現時還有一個好投入 這樣就相安無事 大家平平安安的快樂成長 但是師姐 踏出了第一步之後 她要如何去展現 她自己的生命的光和熱 並且帶動更多人 如我開場講的 除了自己 我面前都要讓大家 感覺到幸福 我們來看 我天天來 就會來走一走看一看 稍微弄一弄 動一動這樣子 這個盆子你要洗要小心 還有那個 那個是凋零 對 都不要了 這樣才不會不好看 這個是很愛氣的 好 麻煩你了 從家庭主婦 成為全職慈濟志工 如今慈濟是鄧彥晴的生活重心 由其開始承擔戶外組長 和禁絲小竹店長後 進出潮州聯絡處 就宛如在走自家廚房般平凡 沒有關係 那等一下用濕的擦這樣不乾淨 我們的文物輪子 是師兄姐他們輪子的 有空我會來把錢收回去這樣子 那個貨平常不足就不足 他們會透過他們跟我講說 什麼東西什麼沒有了這樣子 師姐您好 師姐 我買麵 妳要買麵 今天要買什麼 什麼口味 我準備要買一個 妳剛才吃那個 真的嗎 不錯 有人家在這裡 我沒有背影 不敢有背影 她常常來幫妳照 妳來做主題嗎 沒有 還要去 對 中地平凡分開 最環保濟工的課程 對啊 還是去檢查身體 上廚物 對 衣服 有啊 我們就如果時間我們就會去 如果說時間沒辦法 我會記一下 不好意思 她就是天天來 因為她每天 我說如果身體還可以的話 她每天要清化香 還要觀察環保站的事情 還要觀察蘇仙的事情 很多能力碎碎的啦 她一件事都要做得很圓滿 才放得下心 就是淋露出那個運作 每個月場地的那個狀況 這個每個月有耗耗很多時間 為了把每件事做得盡善盡美 當社區的各種慈激訊息 開始醫化的時候 鄧彥琴也一頭栽入了電腦的世界中 努力克服各種困難 學會電腦 一如當初推動社區的夜間環保 也是她從零開始做起 零齊媽咪 零齊媽咪 好聽到了 聽到了 這照料都來 對 聽到滿來啊對不對 各自都有自己的家業還有時間都安排 一下子要夜間好像也都滿不適應的 當然剛開始起步 起步滿難的 都到這漸漸大家習慣 你看這邊這個點 剛開始人沒有那麼多 好像塑膠袋這樣子的 你可以給他放一張 塑膠袋 這樣放進去 好多國小還有 我們這邊 我們這個站有個佈車 幾乎都是感應的 然後塑膠袋這個感應有夠的 所以我幫你還要出來 給天生之後 不用那麼長 你一串沒有串完 沒關係 你可以串兩串 來到慈濟之後 鄧彥晴積極投入每次活動 以及承擔各項功能 因為這些都讓他的生命成長要緊 不再是當初那個生活空間狹隘 生命沒有重心的家庭主婦 這款過身體健康的不安樂 天天做環保 讓我們青山綠水永藏寶 這個也是我們大愛台的老闆 垃圾變黃金富池大愛台 做環保有讓你的心更親近嗎 有 其實剛開始 剛接觸的時候 我第一次去環保廠 說實在的 我真的有受不了 想要 想煮 有嗎 因為是垃圾味 真的 什麼炸味都有 真的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家裡的垃圾 家裡的環境 你會打掃得很乾淨 根本很少會聞到那種味道 但是哪知道做了環保之後 怎麼會無味雜陳 所以你想要讓他親近在源頭 對 那當然也是上人的方向 加上上人對我們潮州社區的一個祝福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機緣 所以說我們就由熱禁師兄他們來協助 還有也感恩我們的協力隊 我這個協力三的協力隊 明恩師兄先起頭做 剛開始因為一直覺得說不可能 怎麼親近在源頭 怎麼去夜景環保 那可是方向就是一定要去做 已經20年了 對的事就要做就對了 所以說是真的會在人跟事之間 一直沒辦法 但是只要找到方法就不要怕困難 堅持做對的事 那就需要一些智慧跟勇氣 我們請我們的瑞敬師兄 何氣隊長來跟我們見證一下 他真的很精進 尤其他還要陳中起巡迫箱 因為坐得那麼晚 那麼早要起來 可是他每天陳中起巡迫箱的時候 要和我需要我去載運的時候 他在車上都向我分享 今天上人講什麼說什麼 我真的 他做中盤跟你法喜分享就對了 對 那坐了慈濟其實對夫妻關係 親子關係也會有改變嘛 對 我們先說阿媽的關係好了 以前可能兩個人 撞出來是不好的火花 現在你要怎麼樣把上人的法 落實在你一個太太 一個媽媽的身上 對先生讓他覺得說 做慈濟是好的 不要讓他因為你坐持自己起煩惱 其實剛開始我真的對他很對不起 剛開始 雖然他是支持我 可能就是我方式不對 再來繼續說一直去忽略他們的感受 這樣喔 所以說相對上他會對 實際也好 上人的那個一個理念也好 他會 他生氣起來 他會就會說 你們事也不是要這樣做了 為什麼你們不先跟他家裡 過後我就一直跟他講說對不起 是我自己沒有把他規劃好 調整好 你不能怪我們家的師父 也不能因為說慈濟怎麼樣 你可以怪我 是真的 是我自己的因素 你先檢討自己啦 對對 那遇到了變化球之後 你怎麼也從他身上 你看到他的改變之後 也有沒有影響到 你自己的心念的轉變 就是剛開始 說實在啦 我就不能接受 就是他接這個 阻擋位置 因為我放假回來 我就是希望他陪我 對 短短的幾天而已 對啊 然後就這樣子 這樣子 一個月 半年 一年 兩年這樣下來 我也慢慢的 能夠接受 你是 無奈的承受 還是看到他的改變 有看到他的改變 OK 看到他改變 所以 其實有時候 我看這個 有時候就說 比如做環保 或者什麼 看到他在做 照義工 在做義工 在做義工的時候 照沒有人 照沒有人 看到沒有人 我就看他 好像很心急 他後看你教 我就會 說我會參加一份吧 就是這樣子 我都一直跟 跟我的會員 或是我的那個幕後講 其實我在慈激真的是 第一真的是水講話 水講話 真的是水講話 他以前真的是很內向 而且 跟人家對談 就比較 話比較少 很有內向 我去過後做大的媽媽 今天 參加這個慈激的團體以後 就是在這方面的 對話方面 真的是 進步了很多 雖然女兒現在在台北吃頭 孤孤兒趕快去那邊 不過我想 你要代表三個女兒 好好來祝福爸爸跟媽媽 這幾年有讓我們家裡有更溫暖的感覺 因為這個長達快要20年 我們是聚少離多的 對 但我們並沒有因為就是這時間拉長 我們的距離又更遠 因為媽媽進入慈激 改善我們的關係 改善他跟爸爸 讓我們就是一家人 就是心更在一起 讓我們就是大家 在外面的這些孩子們 都會知道說 爸爸媽媽還是很愛我們 那 他們 媽媽年紀也大了 我們都很希望 爸爸跟媽媽能夠 好好照顧他們自己的身體 因為 我們 沒有辦法就是 每天都在他們旁邊陪他 那希望 爸爸有一天也能夠 真的走入慈激 讓他的退休生活能夠跟媽媽 兩個人能夠在慈激這邊 就是能夠好好過他們的退休生活 對 然後我和妹妹們就是 祝福媽媽和爸爸就是 永遠幸福快樂 身體健康 OK 我們愛你們 我愛你們喔 所以身體要健康 會面要增長 雙軌並行 好不好 好 這個家家都有一本快樂經 祝福大家 家家和樂皆幸福 就像他們家現在這樣一樣 因為有慈激 歡天喜地 好不好 感恩大女兒當代表 感謝 那就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這位菩薩 好 都好 demás 他想叫大家 我可以 讓我了解 他已經是